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昨天咱们聊了习近平 他现在不是到处访问吗 先是教训特鲁多 说我们的台湾内容 你不要把它给泼放出去 影响不好吗 然后紧接着又被记者刁难 被记者追问 是问拜登 你要让拜登去问问 习主席中国的人权问题 但是这不合时宜 你不知道人家是白天 嘴炮晚上打炮 这个就不多说了 现在是继续到处访问 今天是到哪里了 泰国了 咱们这里来看一看视频 有视频有真相 咱们可以边看着视频边说 车队很豪华 元首访问国家 肯定是要面子给面子 是吧 不管你政治体制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 不管你对中国老百姓 是不是厚道还是不厚道 面子是要给的 作为一个国家的所谓领导人 排场是要有的 那么出国访问 就看到很多不和谐的画面 这个画面看到没有 这个是什么呀 欢迎独裁者来到泰国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这是在泰国我们看到的场景 习主席在泰国受到了大家的广泛的热烈的欢迎 这个欢迎是要打两个引号 你看别人是怎么欢迎的 像官方他所给你展现出来的画面 那都是一些友好的 国与国之间 会面商谈了 要解决什么问题了 但是有些画面是不可能在新闻联播给你看的 在强烈的朋友 你也不可能看到别人拿一个威尼熊 上面贴着一个习主席的画像 这不可能让你看到的 今天这期视频 这个画面也是泰国的朋友们传给我的 习在泰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你想想在过去这么多年 关于国际上的事务 中共他是干了一个什么事 叫大撒币 什么一带一路 海上丝绸之路 什么铁路沿线 一直建建的欧洲 搞什么物流集散 在这么一个过程中 不知道撒多少钱 不光是在东南亚 在南美 到处都有撒钱 到处都建什么港口了 机场了 铁路了 以及其他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了 我对于这种一带一路大撒币 我的看法就是一个洗钱 红二代家族 或者说习家族 习下面的那些既得利益团体 他们在洗钱 但是要借着这么一个一带一路的名义 你让那些国家替你洗钱 是吧 你得要给他们好处 你得给他们吃回扣 在这么一个撒币洗钱 吃回扣的一个过程中 那些各个国家的那些政客 也能够捞到非常多的好处 那所以呢 在国际事务上呢 也是不断的 第三世界的兄弟姐妹们 都开始去捧习的臭脚 都开始拍习的马屁 那么现在呢 你看这个撒币还能撒吗 就是说现在习已经连任了 既得利益团体习派 他们在国内 不用去通过一带一路的方式 去洗钱了 可以有更多其他的方式去洗钱 你比方这一段时间啊 这个虚拟货币领域啊 当然了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关注 没兴趣的就全当我这么娱乐一说啊 币安呀一家独大 一个币安占了市场百分之八九十啊 这个八九十可能越来越过分了啊 七八十的市场份额都被币安一家独大都占了 另外那几家虚拟货币交易所呢 那还都是一些中资背景的 我一细查那些中心化交易所 那背后啊 那都是中共背景啊 最近这段时间交易量大的很 那在这里怎么怎么去解释 那么是红色家族 他们在通过这些动作去洗钱呢 他让老百姓 你们不要碰虚拟链 你们不要抄比特币 他们自己去通过这种方式 把自己的钱 缩割老百姓的钱 兑换成美元 兑换成虚拟资产 在经济领域不是有很多所谓专家学者 不去做一些调查吗 拿数字说话吗 说老百姓辛辛苦苦工作了这么多年 然后用了六个千帮买房子 欠了银行一百多万 然后到最后呢 这个房地产也亏钱 像恒大也亏钱 荣创也亏钱 什么碧桂园 他们都亏钱 绿地也亏钱 房地产公司亏钱 老百姓欠银行的钱 你要是查银行的银行也是死产坏账 包括什么两桶油系统 什么公路系统都缺钱 这个钱哪去了 这个钱哪去了 还不都是被那些红二代家族 现在来说那就是西家 他们把这些钱都转到海外去了 所以说现在你要是从这个一带一路 洗钱的角度去看问题 用不着大撒币了 所以说在国际事务上 很多国家 很多人民也都不给他们面子了 之前不是有菲律宾吗 菲律宾的杜特尔特 你别看到人长得多 但是人家惊 人家知道找习近平要钱 包括那些其他的国家 拿着什么财富密码 什么台湾是中国的维护中国统一 等等这些提款密码 去找中国要钱 要了不少钱 现在中共他不给钱了 或者说这种给钱的力度 洗钱的力度少了之后 我们在国际上就能够看到老百姓 纷纷走上街头 官方媒体是官方媒体不爆了一面 但是咱们作为韭菜 作为普通人 甚至说作为人肉电池 还整天打螺丝 还整天做苦工 咱们就得站在一个老百姓的角度 去看问题 看看其他国家老百姓是怎样看待中国 这么一个独裁者元首的 纷纷举着牌子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欢迎独裁者 欢迎打个引号 那是欢迎吗 那不是欢迎 在习近平的国内 他是有很多面子的 是有很多光环的 习大大习一尊吗 到了国外 那就是不断的出洋相 在国外就是不断的丢面子 一会教训一口教训 那个结果都被别人当成国际笑话来看 那么在习近平他出国这段时间 你说中国境内现在也是事不断 可以这么去理解 现在的中国应该是处在一个准动乱时代 或者说快动乱了 快进入这么一个动乱的时代了 从老百姓的角度去看问题 你得看看老百姓现在过了 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像在广州海州区那些暴动 他们老百姓吃饭全部都要靠抢 全部都要靠拼 才能够让自己吃上饭 然后今天我又看到一些画面 不太和谐的画面 你看这些是在哪里 这是在广州那些无家可归者 住在大条底下 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开始普遍存在了 你看这里 这也是别人街拍的 我们能够看到 街上都是帐篷 还拍美女 你看这帐篷 你看沿途的帐篷有多少帐篷 这都是无家可归者 这都是没地方呆的 没地方住的 你疯到最后我靠 那些房东他们的房子租不出去了 并不是说没人住 而是人家交不起房租了 我还有一个朋友跟我爆料是怎么说的 他家在广东属于那种包租工 人家当年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红利的 人家自己在城城村里面有两套小楼 里边有很多房间都要出租的 最近这一次 最近海中区爆发暴动的 正好他们家就赶上了 结果呢 他们家往外租的房子里面就死人了 然后是死了一个星期之后 才发现 尸体都臭了才发现 然后呢 他现在这个房子呀 就没人敢租了 那死过人的房子谁还敢租呀 然后他家人也挺恼火 就是说现在那些人你把他封 封到最后人都搬出去了 睡大街 为什么睡大街呀 没钱交房租了 或者说住在那种城城村里面 动不动就给你封了 物资限量供应了 如果说睡在马路上 这个活动范围还能稍微大一点 那你看看现在中国这种流浪汉 流浪汉这个词啊 之前都是针对于国外的 什么西雅图有流浪汉 洛杉矶有流浪汉 旧金山三番市有流浪汉 费城纽约 美国经济代的铁锈区 新220 那么都有流浪汉 但是现在这个流浪汉在中国 已经开始出现了 这就是中国现在所遇到的问题 在习近平持续不断 接连10年 或者说10年之前刚上任 那一两年折腾的都不是很厉害 说不厉害吧 跟这个胡温时代比呢 习刚上台那时候就开始折腾 那时候折腾的就比胡温时代 比江时代要厉害 再后来呢 到了现在第三任任期上任的时候 那又是变本加厉的折腾 变本加厉折腾的之后 现在看看中国老百姓 现在已经开始睡打劫了 开始批量的出现了这种流浪汉的这种情景 那你说中国以后会怎样 可能就是说像广州这种暴动暴乱的 这就是一团新兴之火 现在这件事被灭了之后 这团火被扑灭了之后 一定会涌现出更多的事件 还有像这种事情开始向那些中产阶级 像那些高净值人群蔓延 比方说我那位家里面是包租工 这位朋友他难道说不恨共产党吗 刚开始是铁共的 刚开始是觉得共产党领导好的 因为那个时候赶上改革开放的红利 自己成为包租工了 自己有很多房地产了 可以往外出租房子 靠收租生活了 每天就拿着钥匙 今天查店表 明天查水表 后来收房租的 过那种生活 他肯定要说共产党的好话了 但是现在这么一个时间 他对外出租的房子里面都出现死人了 都臭了好几天才发现 把人弄出去 一下子人都跑光了 租户都跑光了 也不租了 他自己也是没了收入了 那我跟他说了 像这个情况 怎么着最迟最早 夜里要过个一年 人们才能够逐渐忘记这件事情 因为城中村流动人口多 经过一年两年 然后人不断的流失 不断的更替 然后房间里死过人 这个消息才能慢慢 就是没人传了 那个时候房子才能够重新的租出去 重新的有钱收 但是谁也不知道广州 以及广东的经济 一年之后会不会变得残废 到那个时候 有可能封控措施 没这么严厉了 有可能开放了 但是工厂公司制造业 金融业银行业 大规模倒闭 大规模的萧条休克 那些流动人口也不来了 流动人口不来了 你这个房子就租不上价 可能以前一个小房间 一个月租个三四百 四五百 现在你租个一二百 没人租 没人住 那你看这些中产 以上的高净值人群的 手里动不动 能够称出个千八百万的 他们难道说还要继续去唱习主席的赞歌 还要继续去建他的好 现在对于习来说 民生已经是属于内外交困了 对内除了那些捞钱的那些既得利益群体 可能还要再攀附权力的大腿来捞钱 大部分人心里面都是敢怒不敢言的 就等着有谁带头了 等着谁振逼一呼 干点事 不管成不成吧 像这种事情以后会越来越多 民变会越来越多 星星之火慢慢就燎原了 你看看习近平现在还忙着出国 又是接二零峰会的 又是会见拜登的 又是教训特鲁多小土豆了 在国际上是出镜了洋相 内外交困 国际上不落好 国内也不落好 你把老百姓搞得无家可归 你把老百姓搞得都破产了 那老百姓将来肯定会慢慢造反 当然了这么一个过程 并不是说一下子呼拉下就烧起来了 这个火是要慢慢加温的 慢慢升温的 好咱们就先说这么多吧